Hello 大家好 內地七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按年跌了0.3% 是兩年半以來首次下跌 內地物價跌擔心有通縮 澳門物價有沒有跟隨下調的可能 有超市說最近物價普遍維持 暫時未見上升或下跌的空間 即使人民幣匯率波動已經有一段日子 但見不到內地貨品價格調整 可能還需要觀察2至3個月 只能說加價幅度或次數會減少 但減價未必 貨品的加價通常是因為來貨價上升 較少是超市商戶主動加價行為 是真的嗎? 但物價上漲或下調向來也有不同 他們說加價資訊會較敏感和快速反應 證明加快減慢是事實 基本會計好時間提前加 但減價禮遲 而且考慮到人工、燃料、物流成本一直升 如果單靠幣值匯率差形成減幅 並不會太明顯 所以維持原價不加不減已經不錯了 至於進口貨方面 疫情過後運輸成本下調會否有望減價 疫情時經常說運輸成本爭 那就加價了 現在運輸成本是否下調應該要減 但有超市負責人說 目前接收資訊價格穩定 減價可能性不大 始終澳門市場細 但部分由香港運往澳門進口貨 例如凍肉等等 目前仍在加價 除非原材料減價或生產商自行決定 例如當貨品即將到期或盡快散貨 而大幅下調價格是有的 激發其他同類型競爭者鬥便宜時 價格就會跌 所以如果銷量正常價格就難跌 另外有超市負責人認為澳門物價難減 因為整個市場氣氛不在狀態 加息不上消費等行為 令澳門整體消費氣氛偏弱 出現物價難跌 但又沒有人買東西的情況 市道表現呆滯 個別民生食品價格可能明顯回落 例如蔬菜、肉類、水果等等 相信之後減價或特價次數較多 估計會回落一至兩成等 至於進口貨價格物流運費或有下調 但強調人工、租金難跌 所以價格可能性減低 但不認為下跌空間 沒有的 市民覺得經濟好時說加價 經濟不好時又說加價 又說價格很難下 總之任何時候都是加快減慢 沒辦法 市民有條件、有腳力 唯有北上消費 沒什麼原因 很簡單 就是澳門超市價格沒有競爭力 就是這麼簡單 這集先看 大家想去請我收品 沒記同意為嗎